花蓮市德馨運動場之前有兩名男子運動完之後到公廁上廁所 其中一個男子發現說隔壁廁所上突然伸出一隻手 正在用手機偷拍他上廁所 這個男子當下就呼叫同伴來報警 很快的就控制住要偷拍他的流姓男子 解放到場之後也把這個偷拍的流姓男子以現行犯逮捕 在公廁偷拍被逮個正著男子雙手何時拜託大家放他一碼 花蓮市德馨運動公園旁的公廁裡25號下午5點多 一名流姓男子溜進男廁偷拍正在如廁的男人 結果被當事人發現除了立刻通報同伴報警 並控制偷拍男的行動 男生被偷拍比較少見吧 那聽到這樣的消息其實是蠻震驚的 你問男的男的應該沒有人要偷拍吧 但最近就是有發生在這附近 有公廁有男的被偷拍啦 碰到就打死他而已喔 所以會很生氣這樣子 還好咧 還好喔 他那個眼光真的不好 密碼打開吧 讓我們看喔 可以啦喔 你剛拍怎麼拍 在哪裡 剛拍的 被逮的偷拍男 手機裡確實有剛拍的不雅照 員警隨即以現行犯 將男子帶回警局 員警接獲報案後 立即前往現場 涉嫌人已遭到報案人控制 警察涉嫌人系翻越敦式馬桶隔板 偷拍如廁畫面 來不及的話還是會使用 對 會小心一點 會注意這樣子 由於犯案的公測地處運動場外圍 較為偏僻 警方提起民眾如廁的時候 避免危險 最好是要友人同伴 至於被逮的流星男子 手機內確實有偷拍的不雅照 權愛依防愛秘密罪嫌 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徐立晴華麟報導